大家好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5月13号礼拜一 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是开低走低 那中场是跌154点量是1134亿 好那如果你有长期注意看我电视节目 这波的高点 我在4月 来这个要拿给各位看 4月17号 跟各位讲4月18号要建高 这里做一个所谓短又多以后就跌下来 证据在这里 好那前波一个所谓低点 这个低点 很多的分析人是事后跟各位讲 但是我不会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原月3号告诉你原月4号落底 原月3号在这里预告你原月4号落底 那我就知道会涨到哪里 大概高点不会差太多 那来看一下 我在节目上也有解释给各位听 各位有注意吗 你大概就是只听跟各位讲 赚多少赚多少 我没看到后面 最后高点就在这里 从低档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郭先生如果是事后讲 你也可以把他拼得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平概股不要做追 被动元件不要做追 细经元不要做追 这里我就知道会涨这里 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 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 行进过程里面 我调整出来就在这里 最高是11097 那在相对高档元月 你看YouTube就可以看得出来 YouTube里面元月17号 告诉你元月18号转折 时间波我也跟各位讲 这一段是做优多 那未来它会跌到哪里 这是很多人有兴趣的 所谓的问题 从这高点跌下来会跌到哪里 我算好了 我很不客气讲 全市场应该 应该所有人只有我知道 还有我的会员 我有交我会员 怎么去算 这低点我有抓到 这个高点我抓到 未来回档的低点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抓得到 好 那我回来那个低档 我就跟各位讲 我空当回补反手做多 了解吗 这事先算给各位的 那在个股的部分 来 加苹果的部分 233我就跟各位讲 会到144 结果最低142 然后 142上来 我出一个专辑 有跟各位讲会涨到 来拉近一点 这里都没看到 我是跟各位讲176 来请拉近 行进过程里面 我就知道198 然后上来我这边 是不是跟各位讲 210到220建高 我不是今天讲的 只是我今天才应徒 你上礼拜 上上礼拜 我就一直跟各位讲 苹果的高点 就在210到220 我没有事后讲 很多人知道 好 那苹果未来会回跌到什么地方 我上礼拜就讲了 这里苹果建高是215 这个点一定会来 今天已经到195了哦 这里是多少来 请拉近一点 187 那我说这个点一定会来 170 现在告诉你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那你要跟家权 做一个所谓对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人听不懂 我还会 我还跟各位讲过 什么 Nexter跟道琼 我有讲吗 有没有讲 道琼我已经跟各位讲 这里是空底 强烈空底 我没看到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了 然后呢 来 等一下 我没有跟各位讲 8184 这叫纳斯达克 这8176 那他未来会回跌哪里 这里 这可以跟各位讲 没关系 Nexter 回档0.38 回档0.618 那我还有没有 其他特殊计算 当然有啊 那在家权 在高档的时候 我曾经在节目上 跟各位讲 来 从这一根 5月3号 我在这里 8月 4月10下 跟你讲 4月8号建高 然后这里 我就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跟各位讲 中上官 转为中下官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 没有跟各位讲 而且 我还跟各位讲说 从中上官 转为中下官 这都多翻空的意味 这是我技术手册 里面有的 反正我跟各位讲 我们投资朋友 信也不信 那是随便你 我只告诉各位 很多的股票 叫各位不要乱买 来 我们看一下 国具今天在破线 我这里叫你要卖 我到现在还不买 因为我知道 国具会跌到哪里 了解吗 那我再强调一次 加权这一次跌下来 那个低点 是我抓的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 这个点是我抓的 这个点是我抓的 对不对 那压回来 那个点 压回 这次压回来 哪里 会先落底 我知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大概会涨到这里 这里 我就先知道会涨到这里 涨到这里 那涨到这里 那整个波段这里 我就知道这里是高点了 然后来从这里 我就知道哪里会成低 会到低点 那我保留一下 那信不信 那是随便你 反正我节目是 很多内行人在看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平概股 你不要乱碰 对不对 被动元件不要乱碰 国具会跌到哪里 低点还没到 我在这里跟各位讲 我这里买 这里叫各位要买 这里叫你不要买 不要买 不要买 到这里 我还不会买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低点在哪里 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的 国具压回来 低点是我买的 我在讲 很多人不相信 我的技术分析 可以事先做预算 就比如讲 苹果 它最高到215 对不对 那我在上礼拜 我有没有 在节目上 你们都没在注意看 我还教各位一个东西 我发觉投资朋友 都只是看一个老师 在上面做表演 我在上面已经跟各位讲 大量在这里 你们都没在注意看 我跟各位讲 在100 苹果在142 我就知道会涨到176 198 上来这里 我调整一下 我就知道 它的高点大概是在这里 217 我在节目上是不是跟各位讲 210到多少 这把它下掉 210到220 我又没有事后讲 你去查前面的YouTube 你查前面YouTube 那我苹果股价我抓得到 那所有的苹果股 能不能抓得到 高低点 能不能抓得出来 对啊 来看一下 苹果股 我冒当初叫各位 不要进去买 我在这里买 在这里200块 叫你不要买 你都没在听 很多人看我电视节目 他懂得空 3019 亚光我这里买 叫你100块不要买 对不对 我叫你不要买 其实内行人就知道 因为我在抓高低点 我不会太离谱 郭先生是事先讲 我没有事后 6269 多少人看好他 我在6字头买 9字头我跑掉 我还跟各位讲 100块不要做追 现在是这样 那这些股票未来会跌到哪里 那我们再看一下 2474可乘 平概股 今天没有跌得很惨 你是看到季报才知道 他第一季 营收跟获利不如预期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投资本来都是这样 搞不清楚呢 来 你看哦 平概股 来 你看看这里几号 随便讲 新浦可乘三月份营收双增 可乘大力光 认购火热 你看这大概在什么地方 大概在什么地方 可乘三月营收爆充 外资喊295 这四月十一号 四月十一号 四月十一号在什么地方 四月十一号 不是营收暴增吗 外资拼行295 3105一样 3105一样 这里最高的时候 一堆人在那边看 郭先生不是 看到跌才跟各位讲 我加权指数事先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事先跟各位讲 我在旁边跟各位讲说 被动的细菌原来平盖股 不要乱买不要乱买 我在讲你都没在听 很多的分析人员是 现在跌下来才在开始看空 我之前就已经跟各位讲了 我用扣高低 用三观价跟各位讲 用苹果股价跟各位讲 而且我都事先预告 Nexter道琼我也跟各位讲 那个股平盖股 一直叫各位不要碰不要碰 双红 像这种 外资 外资也没抗好 外资筹码一直在减少 一堆人一直在买 这是我空单 电脑不听话 涨上来这里 你可以看好吗 不行 这里都没看到 主力作手不会拉上来在这边买 他只拉上来这边 让你去套 带量过前高你看好 那跟各位讲 你再小心一下 2474一样 对不对 还有哪几档 多数不清 2454 这不是苹概股 6456 是不是 4月17号跟你讲 4月18号建高 GIS是不是这里建高 它是苹概股 对不对 来 4月17号告诉你 家权不妙 告诉你18号不妙 4月18号 玉金光是不是建高 文贸 是不是一样 环球经 是不是一样 其实我很难的解释 反正你有注意看我电视节目 大概知道 我高点低点都事先抓住 那你现在的苹概股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 这一次 你事先有看到电视节目 你有躲过算你OK 但是未来 股市长长久久 我高低转折点 我都可以抓得出来 那我可以抓得出来 这个你学到了后 你一辈子受用 要不然你就长期注意看 郭先生的电视节目 其实最近这样跌下来 其实很多投资本是受伤的 我很清楚 重点我提出警告的时候 道琼 Nexter 苹果股价 加权 我讲了 然后告诉你被动元件 不要买 很多人懂得就空 细晶元不要买 我跟你讲 今天节目一定很多人就讲 中美金 今年第一季要赚三块多 钱多的欢迎买 我不会买 我在这里卖掉 我到现在还不买 为什么我不买 我会算 以后你就知道 这几天一堆人去买中美金 不是这样子看的 2327 从我200 380叫你卖掉 到现在已经跌了120块 还有没有低点 有 我会算你会吗 你不会 我每档股票 我高低点都会算 3324多少人买在160 我提出警告 告诉你这里不能买 内行的就知道原来老师你讲很多的苹概股当然是可以空的 对啊 当然啊 2474呢 你不要以为他在低档 不是哦 不是这样子看哦 不是这样子看哦 现在来到这里 这基本面有变化的重点 那苹果股价这个我要又要放很久给各位看呢 这个高点我有抓出来 这里最高就是215 我之前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两百一到两百二 然后呢 我 再教你看一个217 你都没注意看哦 然后呢 加权高点的时候叫各位要跑 你也都不懂 对不对 问题是 来 现在哦 那呼呼我个顶来 加权跌到哪里会止跌 你现在 告诉我这个答案 你告诉我 如果你 你答不出来 加权中这边跌下会跌到哪里 你不要看这个哦 不是这个哦 我会抓低点 我是用很多的特殊技术分析 不是用单一技术 如果你答不出来 你做股票很危险 你等同一次在赌博 我 我应该请你离开市场 因为你 你一直在赌 十赌九书 不可能赢钱 你没有事先预算技术 我请你离开市场 OK 不然 还有一个方式 你跟着我 你学 我会教你如果事先预算 预算 三官价三官价 趋势转折 高低点 等于去抓 对不对 我可以去抓到 那次到达 我跟各位讲 上阵 你可以横生 全部我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算 了解吗 你现在 看一下全球股市 因为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资金会移往哪边 注意黄金 会涨 我这个都事先跟各位讲 这个我可以去算 那你现在有 我知道像投资人想说 老师我之前 听很多的节目 就看 像这个可成调生 我帽调生 3324 也去做双红 也去调生 包括 红海 也是一堆人 一样 4月18号建高 我拿这张 我是拿假的 请各位同学 麻烦你去4月18号 看我的YouTube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4月17号的YouTube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4月18号 转折 去验证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看 我在元月3号 这YouTube上面 都有留下记录 我元月3号 有没有告诉你 元月4号落底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 我之前 苹果 233告诉你 会到142 144 结果144 142只跌 然后我跟你讲 会到176 198 然后上礼拜 我讲了好几次 210到215 是苹果高点 就比来讲 我现在讲 你也不会听 你不注意听 会很惨 我跟你讲 我在这里 我上礼拜就讲 来再拉近一点 以后你再注意看 这个点 是我们伴 这个点会来 会来 这就是功夫技术 你没学到 我请你离开市场 郭宪政原本本人 其实我也不想在上面 怕滚不过 有一次告诉各位 我怕各位做错 有时候我高点跟低点 会跟各位讲 对不对 那这一波跌下会到哪里 低点我已经算好了 加权指数 那很多的股票 会跌到哪里 我都很清楚 我高点 预测给你的 你不能叫 又在低点跟各位 要讲了 不要了 反正 身心研究人 要你就跟着我 就这么简单 我没在缺买完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在注意看我电视节目 那高点跟低点 怎么去抓 个股指数 通通都一样 我会教你 认同我的 最广告中时段的电话 我跟各位讲 会参加我的 赏户不会来 赏户会去参加一些老师 很会讲好听的话 然后呢 事后都告诉你 要赚多少赚多少的 甚至模拟两可的 去参加吧 去吧 想学你就跟我 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 那么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我轻描淡写的讲 想要变高手就找我 请拨023898689 你一辈子受用 高低点 指数个股 你通通都清楚 这是我当 头顾老师 愿意交友员的 希望你是 请拨023898689 爱总遇见你 小时候 妈妈总是尽心 呵护着我们 是想给儿女最好的 长大后 看着年迈的母亲 想为她做点什么 启发动你想 体恤母亲的心情 诚挚推出 五万八五月花方案 让堪满心 温暖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特会专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疑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启发头顾 欢迎回到现场 来 这是上礼拜 有跟各位讲的 这短线的 一开板我就知道 高点跟低点 怎么算的 这个减这个 开在这中间附近 我以前会用计算机算给 各位现在懒得算了 那看电视看久了就懂了 调整出来就这样 今天高点就这样 就这样 你看得懂吗 你应该看不懂 不知道在讲什么了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 会参加我的人是比较有sense的 散户不会参加我 尤其一些所谓的欧巴桑 欧尼桑 老师你到底在讲什么听不懂 对啊 但是Nexter跟道琼 苹果股价 我们事先预告 苹概股我们叫你要卖 然后呢 4月17号 我们跟各位讲 4月18号转折建高 这样就够了 国献政如果是事后讲的 你也可以把它拼到 没关系 5月13号讲5月14号 这短线的 这加权 我可以带会员做棋子 但是不能事先预告棋子 抱歉 没办法 这尽管会规定 不是我的事情 这一波你手头上 瓶盖股怎么办 找我 那加权指数会跌到哪里 我知道 你可以来找我 重点 你直接跟着我 我操作 跟着我学 我会教你 希望各位听得懂 不要在意一点点费用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过 只有头顾老师 去过来护养 我真的就是教技术分析 而且是教有缘人 所以会参加我的人 都是有缘人 而且是少数的赢家 一般的人不会参加我会员 懂吗 我又不需要跟你鼓掌 不 你就自己来找我 越快来找我越好 好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 操板胜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